预计10月份要上路的振兴券正式亮相了 面额是200元、500元跟1000元三种面额 有的民众认为最小的是200块 对铜板商那些摊商来讲根本是找零不方便 但也有业者觉得没关系了 一般现金也收走零的 比起关心面额倒不想想如何来促销 洋葱爆香加点特条酱汁 最后才把处理好的扇鱼放进锅里大火快炒 起锅香喷喷的扇鱼铺在意面上 这倒是台南知名小吃善于意面 远近驰名来俯城必尝的还有牛肉料理 现在温体牛放进碗里沸腾高汤直接倒进去 把肉片与高汤均匀搅拌 一碗鲜甜美味的牛肉汤出炉 以美食闻名的台南小吃店业者 看准振兴券商机摩拳擦掌抢攻这块大饼 200的面额过来 那我们就可以购买220块的包子 不只把振兴券的钱给变大 最佳专卖虾卷蛋仔面 附成传统小吃的餐厅 老板更是超前部署 打出祭餐的噱头 十月份发行的振兴券有1500和200三种面额 少了小面额的券是否会冲击到铜板价摊商 小额的这样子店家才可以受惠 这会麻烦 没啦 你说你没这样你怎么会责我 正反意见通通有 为了促进消费 政府再推振兴券 台南市政府更是邀请金马影后成熟方 担任观光大使拍片宣传 寻找你的台南味 记者姚文华才能报道